父亲的阿米尔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宴会 阿塞夫一家也受邀参加 阿米尔不得不接受了阿塞夫的礼物 而拉兴汉的礼物则使阿米尔感到温暖 他差点就像拉兴汉河盘拖出了折磨他日夜不宁的秘密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 作者卡勒德·胡塞尼 演播徐涛 生日宴会的隔日清晨 我坐在房子中间 拆开一个又一个礼品盒子 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费劲 因为我总是幸为索然地看上一眼 就将礼物丢到屋角去了 他们在那里堆成一堆 到里来相机 遍频收音机 精巧的电动列车组合玩具 还有几个装着现金的信封 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花那些钱 不会听那个收音机 而那辆电动列车 也不会在我房间中爬上他们的轨道 我不想要这些东西 这些全是血腥钱 而且若非我赢得风筝大赛 爸爸根本就不会替我举办那么一场宴会 爸爸给了我两件礼物 一辆崭新的诗温斯丁格雷 紫行车之王 毫无疑问 会让邻近的小孩垂弦三尺 喀布尔拥有新斯丁格雷的孩子 寥寥无几 如今我也计身其中了 他的把手高高升起 握柄有黑色橡胶制成 还有个飞升久远的橡胶型车座 轮幅是金色的 刚坐的车身是红色的 褶红色 像鲜血那样 换成别的孩子 恐怕会立即跳上去 骑着他招摇过失 几个月前 我也许会这么做 怎么样 喜欢吗 爸爸鞋已在我房间门口问 我露出了温顺的笑容 匆匆地说了声谢谢 我多么希望我能多说几句 我们可以去洗洗 爸爸在邀请我 不过并非真心实意 再说吧 我有点累了 好吧 爸爸 怎么 谢谢你的烟花 我再感谢他 不过 并非真心实意 好好休息吧 爸爸边说 边朝他的房间走起 爸爸给我的另一件礼物 他甚至不愿意 等我把它打开 是手表 表面是蓝色的 金色的指针 呈电状 我甚至都没有 拾袋一下 就将其扔到角落 那对玩具中 唯一没有被扔到 那对东西里的礼物 是拉辛汉的 皮面笔记本 只有他 不像是血腥钱 我坐在自己的床檐 双手打开笔记本 想着拉辛汉提起 何麦拉的故事 被他父亲逐走 是何麦拉最好的下场 他会受苦的 好比霍马勇叔叔的投影机 被同一面幻灯片卡住 总有个画面 在我脑中挥一支不去 哈桑 他低着头 端饮料 服侍 阿塞夫和瓦里 兴许那是最好的结局 既可减少他的伤痛 也可缓和我的苦楚 不管怎么样 事情变得清晰起来 我们 有一个必须离开 那天午后 我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骑上那辆 湿温自行车 我绕着那个街区 骑了好几圈 然后回家 我骑上那条车道 通向后院 哈桑和阿里 正在那儿打扫昨夜宴会留下的一片狼藉 院子里到处是纸杯 揉成一团的餐纸 还有空空如也的汽水瓶 阿里 正把椅子折叠起来 放到墙边去 他看见我 照照手 你好 阿里 我挥手说道 阿里 举起一只手指 让我稍等 接着走进他住的那间屋子 片刻之后 他手里拿着某件东西走了出来 好 昨晚 我和哈桑 找不到机会把这份礼物送给你 他说着 交给我了一个盒子 他太普通 配不上你 阿米尔少爷 不过 我们还是希望你喜欢他 上日快乐 我喉咙一梗 谢谢你 阿里 我宁愿他们什么也没有给我买 我打开盒子 看到一本崭新的沙纳马 硬皮的 每页的下方 附有精美的彩色插头 这张 这张是古兰籍宁王他刚出世的儿子 凯扣斯老 那张 是阿弗拉西亚 手持利剑 跨其骏马 领军前进 当然 还有罗斯坦 给他儿子 永世 索拉伯 以致命一击 真漂亮 哈桑说你那本 又旧又破 还掉了一些书页 这本书里面全部图画 都是用钢笔和墨水 手绘的 他骄傲的 望着这本他和儿子都看不懂的书 他很可爱 他确实很可爱 甚至也不便宜 我怀疑 我想告诉阿弥 书没有配不上我 是我配不上他们的礼物 我重新挑上那辆子行车 替我谢谢哈桑 我终究将这本书 扔在乌角那堆礼物上面 可是我的眼睛 总是忍不住地朝向他 所以 我将他埋在最下面 那夜睡觉之前 我问爸爸 有没有看到我的新手表 第二天清早 我在房间里等着阿里 清理完厨房用过的早餐桌子 等着他把盘碗洗好 把灶台擦净 我一窗等着 直到望见阿里和哈桑 推着那辆空的独轮车 到市场去购买杂货 然后 我从那堆礼物中 捡起数个装着钞票的信封 和那个手表 捏手捏脚地走了出去 路过爸爸书房的时候 我停下来听听动静 整个早上 他都在那打电话 现在 正跟某人说话 有一批地毯 预计下星期到达 我走下楼梯 我走下楼梯 穿过院子 从琵琶树后 进入阿里和哈桑的房间 我掀起哈桑的毛毯 将新手表 和一把阿富汗尼钞票 塞在下面 我又等了半个小时 然后 敲敲爸爸的房门 说了 那个谎 我希望这是一长串 可耻的谎话中的 最后一个 透过卧房的窗户 我看见阿里和哈桑 推着独轮车 再满牛肉 囊饼 水果 蔬菜 推上车道 我看见爸爸 从屋子里出现 朝阿里走去 他们的嘴巴 说着我听不见的话 爸爸指了指屋子 阿里点了点头 他们分开 爸爸走回屋子 阿里随着哈桑 走进他们的斗室 隔了几分钟 爸爸敲下我的房门 到我的办公室来 我们得坐下来 把这件事处理好 我来到了爸爸的书房 坐在一只皮沙发上 月末过了三十分钟 哈桑和阿里也来了 他们双眼红肿 我敢肯定 他们一定哭过 他们手拉手 站在爸爸面前 而我 则寻思自己 究竟在什么时候 具有造成 这种痛苦的能力 爸爸开门见山 钱 是你偷的吗 你偷了阿密尔的手表吗 哈桑 哈桑的回答 简单的只有一个字 以他四雅雷弱的声音说 是 我身体紧缩 好像被人扇了个耳光 我的心一沉 真话 差点脱口而出 我随即明白 这是哈桑最后一次为我牺牲 如果他说不是 爸爸肯定相信 因为我们都相信 哈桑从来不骗人 若爸爸相信他 那么矛头就转向我了 我不得不辩解 我的真面目终究会被看穿 爸爸将永远不会原谅我 这让我明白了另外的事情 哈桑知道 他知道我看到了小巷里面的一切 知道我站在那儿 袖手旁观 他明知道我背叛了他 然而还是再次救了我 也许是 最后一次 那一刻我爱上了哈桑 爱他甚过爱任何人 我只想告诉他们 我就是草丛里面的毒蛇 湖底的鬼怪 我不配他做出牺牲 我是撒谎蛋 我是骗子 我是小偷 我几乎就要说出来了 若非心里隐隐有高兴的念头 高兴 是因为这一切很快就要终结了 爸爸会赶走他们 也许会有些痛苦 但生活会继续 那是我所想要的 要继续生活 要遗忘 要将过去一笔勾销 从头来过 我想要 能重新呼吸 然而爸爸说出了让我震惊的话 我原谅你 原谅 可是盗窃 是不能被原谅的罪行 是所有罪行的原刑 当你杀害一个人 你偷走一条生命 你偷走了他妻子身为人妇的权利 偷走了他子女的父亲 当你说谎 你偷走了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 当你诈骗 你偷走了公平的权利 没有比盗窃 更十恶不赦的事情了 难道爸爸没有将我抱在膝盖上 对我说出过这番话吗 那么他对哈桑 怎么可以只是原谅了事 而且 如果爸爸肯原谅这样的事情 那么他为何不肯原谅我 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成为他所期许的儿子 为什么 老爷 我们 要走了 阿里说话 什么 爸爸脸色大变 我们没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 可是我已经原谅他了阿里 你没有听到吗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过日子了 老爷 我们要走了 阿里把哈桑拉到身旁 身比还住了他儿子的肩膀 这是个保护的动作 我知道阿里对哈桑的保护 是在抵御什么人的伤害 阿里 阿里朝我看过来 带着冷冷的 不可谅解的眼神 我明白 哈桑告诉他了 哈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关于阿塞夫和他的朋友 对他所做的事情 关于那只风筝 关于我 奇怪的是 我很高兴 终于有人识破了我的真面目 我装得太累了 我不在乎那些钱 或者那个手表 我不知道 阿里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说不可能是什么意思 啊 很抱歉老爷 可是我们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 我们 已经决定了 爸爸站起身来 悲伤的神情 溢于言表 阿里 我给你的还不够多吗 我对你和哈桑不够好吗 我没有兄弟 你就是我的兄弟 阿里 你知道的 请别这样做 我们 已经很为难了 老爷 别让事情变得更难了 阿里的嘴巴抽搐着 我看见了他痛楚的表情 正是在那个时候 我才明白自己引起的痛苦有多深 才明白 我给大家带来的悲伤有多浓 才明白 甚至连阿里那张麻痹的脸 也无法掩饰他的哀愁 我强迫自己看看哈桑 但哈桑低着头 肩膀松垮 手指缠绕着衬衫下摆 一根松开的线 现在 爸爸哀求着 阿里 告诉我为什么 我得知道 阿里没有告诉爸爸 一如哈桑 承认偷窃 没有丝毫抗病 我永远不会知道 那究竟是为什么 但我能够想象 他们两个在那间昏暗的斗室里面 抹泪哭泣 哈桑 求他别揭发我 但我想象不出 是什么样的自制力 才会让阿里 坚口不言 你 可以送我们去汽车站吗 我不许你们这样做 你们听到了吗 我不许你这样做 尊敬的老爷 你不能禁止我任何事情了 我们不再为你工作了 你们要去哪儿 我们去 哈扎拉加特 去你表亲家 是的 你可以送我们 去汽车站吗 老爷 接着 我看到爸爸做了我之前从未见过的事情 嚎啕大哭 见到大人哭泣 我被吓了一跳 我从未想到爸爸也会哭 求求你 爸爸说了 可是阿里已经走到门口 哈桑跟在他后面 我永远不会忘记爸爸说出那话的神情 那哀求中 透露的痛苦 还有 恐惧 阿里带着哈桑离开了阿米尔的家 这令阿米尔的父亲伤心欲绝 很快 阿富汗局势动荡 阿米尔和父亲 不得不踏上了 充满艰辛的逃亡之路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长篇小说 追风筝的人 阿里带着阿尔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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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的父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